欢迎大家收看环球赛马快讯 欧洲马坛年度胜事 卡地亚赛马颁奖典礼 上星期在伦敦举行 一起看看这么多好马里面 哪一匹可以获得欧洲马王的薯榮 今年的卡地亚欧洲年度马王 就是圣千里了 这一匹海刀之声的指示 今年先后赢出洛景杰锦标 女王安尼锦标 萨塞克斯锦标 和国际锦标四行一级赛 虽然圣千里最后在英国冠军锦标 输给月桂桥 未能有中之美 但也无损他欧洲马王的地位 除了成为年度马王之外 他还拿了欧洲最佳年奖马这个奖 成为商鸟赢家 至于欧洲最佳三岁红马 就由应届法国打比民主 奋斗力奪得 奋斗力今年赢完法国打比 和日式大赛之后 出现外尔兰冠军锦标 和海船门大赛 亦能跑入前三名 面对连掌马都可以跑得这么好 难怪他可以击败清半沙漠 奪标先驱 和现代游戏得到这个奖 上年欧洲最佳两岁纤马 旋进轨迹 今年更进一步 成为欧洲最佳三岁纤马 他首先攻下王家亚士谷赛奇的 加冕錦标 紧接在法国赢了杰克莫华大赛 凭着这两行一级赛冠军 旋进轨迹成功击败尖神日 以及救女玲雪妃 和上流贵府拿奖 而今年的欧洲最佳短途马 就是起飞王女 他在八月和九月 先后赢出法国几尔斯大赛 英国南索普锦标 以及爱尔兰高利五股锦标 与三个国家 连赢三场一级赛这么厉害 当然成功力压湖半乡镇 马爽和绿化大等 短途好手勇奪说明 说到欧洲最佳的长途马 得主就是耀舌达人 这一部天文学家指示 今年跑六场赢了 当中包括四场一级赛 以最令人难忘的 当然是雅士谷金杯 和古活杯里两道击败而乐器 至于刚刚宣布退役的 海船门大赛冠军登山英词 虽然在两项大赛 都输给胜千里 但大会到将荣誉长 颁发给他的马主和容华者 以作表扬 随着欧洲平地马赛季结束 一众欧洲骑士开始战开客串之旅 而今届日本雷王伊丽莎白二世班 就由一位欧洲骑士奪得 今届赛事一共有六位外籍骑士参与 亦相隔十一年后再有外队马参赛 所以话题性十足 不过由于板神当日连长大雨 比赛需要在黏地下进行 而增添了不少变数 赛事由暗验长眉领防 爱尔兰代表神奇湖紧拗第二 开始转入直路时 神奇湖的骑士霍丽尔开始推剧 但隻马不但没反应 还开始慢下来 外面的马连必胜已追上来 而最外面还有全程走四搭的吉典娜 和南满马北斗名花 在最后一百米吉典娜已赢赢这场赛事 北斗名花就和马连必胜 奪得平头亚军 杜满乐和杜满来两兄弟成功包饺 这届冠军吉典娜 绝对是名门之后 副是满乐时 和舞系贵妇人加加麻麻 赢了十三项一级赛 四岁的她 今年初战一级赛就成功夺冠 难怪杜满乐在赛后访问 都说这次吉典娜的表现 令她想起贵妇人 来到星期日 日本会有一离冠军赛上演 白毛马纯正之辉有份出赛 大家记得要收看月阳转播 我们下星期再见